多謝主席,2012年我當選立法會議員 經歷了狂風暴雨、驚濤海浪的九年 有機會擔任立法會議員服務香港 是我的福氣和榮譽 我一直的初心都是希望入議會可以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為婦女發聲,保護兒童,保護環境,保護憑藝物種 為民請命從來都是我從政的初心 我希望在議會裏面我可以盡少少的力量 為社會帶來一些正面的改變 雖然這幾年在議會裏面經歷了這麼多 但我仍然都是把握每一個機會 希望都是可以為民請命 當然我沒有想過做立法會議員 除了議政論政推動政策之外 原來還要面對這麼多的暴力 可能還要懂得打架 這幾年我覺得議會的生涯 是面對一個很畸形的政治生態 我看著議會裏面 由不斷地去拉布、打鐘 最難忘當然那些噔噔噔的鐘聲 去到很粗暴的言語暴力、辱罵 去到肢體暴力、亂扔東西 發展到暴力延伸去街頭 街頭的暴力不斷地去破壞香港 我們見到這個議會被人打爛了 由議會裏面某些人 喜歡做政治鬍、搏出鏡、爭出位 逢中必反、違反而反 去到煽動黑暴、攬炒香港 看著一些原本說自己是和理非 都叫做溫和理性的反對派議員 給一些所謂民意 但其實可能是外國勢力去推動的 一些反中亂港的組織 牽著鼻子走 看著他們由理性變成失智 變成另一個人 竟然在議會裏面做出一些 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暴力行為 我們看到香港社會這幾年充斥了暴力 社會嚴重撕裂 元氣大傷 幸好我們有國家的支持 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刻 國家推動了這個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過去這一年 我們議會終於可以重回正軌 做回我們做議員應該做的事 終於在議會裏面我不需要和人吵架 我可以無實地去議政論政 說回一些理性的說話去推動政府的政策 主席雖然這幾年 這九年真是非常艱難 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但是我都很感恩這麽多年來 都有機會和社會各界一起合作去推動不同的政策 為弱勢社群發聲 那麽多年來 其實我未入議會之前 我都不斷去推動政策 但是事實是很難推的 我希望入議會有票在手 就可以大力點去推動政策 其實這個平台 其實都給我 更大的能量去推動一些 我認為對社會有利的政策 那我倡議的很多的政策 很多都已經在這幾年 接受了落實了 例如 成立創科局 例如推動發展智慧城市 免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 開展乳癌篩查 立法打擊 起底 偷拍 走私貧危 野生物種 立法去進一步打擊 濫用免犯犯聲請假難民的問題 推動禁止象牙買賣 保護貧危的大象 推動改革通識科 改革香港電台 改革司法制度 最困難的這一年 我們也可以趕一次 通過引入境外醫生 希望可以減低市民輪候 體症的時間 也都將最爭議的禁電子煙 和加熱煙也都通過了 都可以說略有成績 但是主席我相信如果議會不是不斷地炒鬧鬧浪費時間的話 我們所有立法會議員一定可以為民生 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推動更加多的政策 當然民生無小事 過去我和地區團隊 也都不斷在議會裡面發聲去爭取一些地區務實的為民政策 例如爭取到大圍街市安裝冷氣 將一些冷地變成公園 我說了很多年 財爺現在都在 和我一起去過梅子林村 竟然是沒有自來水供應的地方 我們爭取到自來水供應 甚至我們在議會裡面不斷說的野村問題 鼠懷問題 公子問題 大大小小的事我們都處理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一定是可以更多的主席 但是過去我們事實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令到我們議會空轉 未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國安法 有了完善選舉制度 香港是由亂入治 我也期盼香港未來可以由自入興 徹底撥亂反正 下屆的議會可以和政府互相合作 令到社會更加公平正義 為港大的市民做更加多的實事 為弱勢社群謀更加多的福利 亦都希望讓我們的市民可以活得更加好 對香港未來更加有希望 在這裡我想衷心感謝一直支持 我工作的所有的市民和朋友和同事 亦都特別感謝秘書處的同事 在這麼艱難的時期都和我們一起守住議會 亦都很感謝我們建制派所有的議員同事 在最艱難的時刻 在香港歷史最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奮不顧心頂住暴力 守護香港守住議會 未來我相信香港一定會更加好 我亦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和我們同手攜心 為更美好的香港 為更活得更好的香港一起努力 主席我僅此同事 我們在這兒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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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